大家好,我是李学正 这个三四天啊,没给大家录视频了 很多网友,这个希望我录点视频 继续就这个质疑中国演出协会的问题 发表我的看法 最近这三天啊,也发生了很多的故事 首先呢,是我们看到了这个 我们有一位记者啊,新闻说的记者采访那个 演出协会负责人的那个稿子 他们那位人员说,这是白云记是自己写的 那个负责人呢,根本就不存在 实际上是他写完稿子之后 让这个建筑协会的有关领导审核之后就发了出来 这个新华士发了以后啊,大家知道那是不得了的 因为他是一个新闻员 可以大量的被其他媒体转载 那么形成一个强烈的舆论声势 就是前几天 中国演出协会回应 由网友 质疑中国演出协会的问题 但是 细心的 大家 网友都能亲切的 清楚的看得出来 他们这是在 这是一种牛头不对马嘴的回应 我问东 他打西 对吧 我根本就没有质疑 逞出 劣迹一人的 重要性 这点我不仅不质疑 而且我 一贯强调 一贯支持 双手赞成 对吧 所以他的回复 他完全不是按照我质疑的那个内容来回复的 仅仅说 这个 我们是协会 自律 没有强制性 是的 他这句话 他承认了自己是个民间组织 不具备行政处罚的效力 但是呢 由于他在这个协会里边 有十几家 媒体 也就是十几家平台参与 他们这个协会 那么 这种 组织 这种协会 只要一参与 基本上就把 我们艺人的这个 活动范围 舆论 发生的阵地 全部给封杀了 这个实际效果 甚至超越 一般的行政处罚 因此 他提到的 不具备强制性 不是行政处罚 这个目的呢 他是为了逃避 我们对他这种 处罚性质的一种质疑 同时呢 由于这个 协会呢 联合了其他媒体 几十家媒体 把这个文章 发表出来以后 但是这一次啊 我们的网友 我们的观众啊 不像以前了 聪明了 由于我质疑的 那个舆情 舆论 很大 是吧 我到今天为止 我看一看啊 人民的公益 这个词条 他的讨论 阅读量 已经达到了 二十六亿 呃 著名制片人 李学正 至于中国演出协会 这一条 已经达到二十亿 四十多亿的 阅读量 这么强大的民意 有些协会 还在那 装疯卖傻 哎 牛头不定马 这个回应 我就说 这这这这点 特别可笑 哎 有些协会这些人啊 呃 真的特别可笑 啊 不仅 白记者 注销了 这个 微博 当然了 我在这里 也不愿意 多说 这位白记者 我觉得他也是个 无辜的人 啊 他应该来说 他也是一个上当的人 啊 他也已经 受到这个 单位内部的 这种调查 啊 他自己 也已经 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那么 昨天发生一个什么事啊 演出协会啊 一个微信 发了个朋友圈 中纪委 啊 点名注明 中纪委 在中纪委 那个位置啊 定位 啊 说又发了一篇 中央纪委 监委 那个机关报 啊 那个记者 叫 李云书 写的一篇文章 啊 他这篇文章 也是很有意思啊 他题目是 清朗空间 重在管住资本 和平台 但是他里面 下面的内容 全部是讲 犯权文化 啊 讲这个惩治 艺人的 劣迹艺人的重要性 也是一篇 文不对题的文章 而且这篇文章呢 是和新华社 白英记者 刚开始写那一个 那种基本相似 基本借用 啊 全是借用的 所以 我就觉得 特别搞笑 隔路将近十天 将近一个星期 又发表出了一个 内容老调的 报道 评论 但是 虽然他发在了 中央纪委 监察委 这个网站上 但是网站的下面 特别著名 本网站 该网站 转载发表的 评论性文章 仅仅代表个人 其原创性 和他的观点 不是中央纪委 网站的网 这个观点 但是中国研究协会 又不一样了 拿着这篇文章 纪简报一个记者的文章 个人的观点 大肆宣传 中纪委怎么样 中纪委怎么样 而且路过中纪委 就把中纪委定个位 在那 炫耀 白货 我说了 你既然把中纪委 拉出来 你什么意思 你即便中纪委 有你自己的人 我在这里也 警告 那些人 不要祸害别人了 不要祸害好人了 对不对 你有一点良心 你就可以看一看民意 看看评论 你们的处境 怎么样 你们自己最清楚 我可以预料 我可以预料 不会超过20天 就会有重大处理决定 是吧 这不仅仅是民意 民心所向 而是事实所向 正义所在 正义的力量 没有人阻挡得了 是吧 我们是党和国家领 我们是党和人民 这个共同管理 血肉联系的国家 这句话我再重复一遍 就是我们的国家 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党是以人民为中心的 崇高使命 感召下 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进步的一个国家 是法治国家 不是你想说 你想做什么 就能做到什么的 包括我刚才发了很多的微博 呼吁民政部 在整顿非法社会组织的同时 要加大对注册社会组织的管理 这些注册社会组织 一旦做坏事 那它的危害性 比非法组织要严重的多 非法社会组织 只要一出现 只要搞活动 你就会给它取缔 很简单 但是 注册社会组织 正规的社会组织 不是这样的 它一般都有强大的生命力 会长 副会长 都是各级官员退休下来的 一些领导 他们有丰富的社会资源 丰富的人脉 丰富的号召力 强大的号召力 特别有些组织 善于利用媒体 绑架 官媒 发号实力 形成一种 给一般的老兵 看成一种 国家形容 国家机关 你看中国建筑协会 说鸿头文件 触发哪一天 都是中国建筑家协会 鸿头文件 底下盖两个章 一般人不知道 一般人不知道这是个民间组织 这是个社会组织 所以一旦处划错误 一旦出现问题 它的危害性相当大 就包括张兴 演员这个问题 现在脉络越来越清晰 事实的真相 越来越快的走向我们 正义的脚步越来越紧 张兴演员 按照你们中国演出协会的 惩戒 列给人一个名单 和通知 声明 倡议的要求 不服的 可以到秘书处 去申诉 前几天人家去了 你们秘书处几乎不想开门 打开门几个女孩子 问的问题 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答 人家 递了那么多的申诉材料 你们作为一个处罚人 已经到了第九批了 每一批都说要 不服的到秘书处去申诉 当然了 你有的时候是20天 有的时候是10天 毫无章法 毫无程序可言 是吧 竟然不给张兴演员的申诉 留下回职 就留了一个坐机电话 刘老师 人家问的问题 根本就没有得到答复 像通过电话来咨询 根本就没人接听 你们看一看 你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在这里还坐着这种惩罚人 这么一个高大上的 在你们认为这是一个高大上的大事 你们成立了自己的道德委员会 但是你们惩罚别人的时候 自己的名字不向社会公布 对吧 你们高高在上 享受着惩罚别人道德的快乐 不主动公布道德委员会的成员 你看看人家中国电视家协会 中国电影家协会 还有中国 这个这个这个 中国社会 这个这个叫这个广 广播联合会吧 他的名字 叫中国社会广播电视联合会 你看看人家 都把所有的道德成员 道德自立 道德建设委员会的名单 写得很清楚 在哪任职 教授民族 一一列出 接受社会的监督 而你们呢 惩罚了别人 自己的名字隐藏下去 中国电影 中国演出协会 道德委员会的成员 出了一个自己 自动对外承认的 新华人记者白银之外 没有任何人亮相 你难道觉得这合适吗 别人的协会 为什么能公布 你的协会 为什么不公布 人家道德委员会 那么明显 没有做 随意惩罚 随意惩戒 别人这样的一个事 因为道德审判 没有标准的话 没有程序正义的话 这是相当可怕的 这是相当能够杀人的 而你们惩罚别人同时 自己道德委员会的成员 就隐藏下来 我觉得特别的不合适 在这里我再次呼吁 希望中国建筑协会 尽快向社会公布 你们自己的道德 自律也好 建设也好 委员会的名单 接受社会的监督 因为你们已经 惩戒了九批 列级艺人 违规违法 失德的网络直播 你们说都是经过 这道德委员会审核的 好 那么请问 这些道德委员会 到底是谁 这个同时呢 我在这里 我希望广大网友 这个继续支持我的质疑 我这个微博私信 我今天说 我一看 叫你九百万 我昨天晚上 弄了几个小时 他整理了三千条私信 让我很感动 这里面有大量的 特别让我感动的是 大量的司法工作者 给我发来私信 鼓励我 有法官 检察官 人民警察 等等 这明显的 这种支持 给我很大的力量 所以由于时间有限 我不能 说的太多 在这里再次感谢 广大网友 对正义的支持 也希望我们广大网友 一定要记住 要牢记国家的法律 网络空间 不是法外之地 发言的时候 任何一个字 都要对他负责 都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 遵守平台的规则 坚决不能添乱 做一个合格的正义的粉丝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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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